大量的世界一流武器装备很快就要过时了 第六代隐身战机时代也即将来临 但是海军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美军怎么办 美国决定花费数百亿美元建造更先进的航母 CVN78伏特号航母已交付美国海军 虽然尚未正式形成战斗力 但该航母正准备替换从1975年开始服役的尼米兹级航母 但是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正在改变海军航母的用途 从二战结束 关于航空母舰过时的论调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冷战时期 苏联精心设计了潜艇战术 以及轰炸机或是先进的反舰导弹 旨在打击美军航母战斗群 美军也一直在制定反制措施 由于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 美军没有机会通过图22M逆火轰炸机 以及苏联的潜艇 真正检验过航母战斗群的作战能力 在过去同苏联的对抗中 轰炸机某些时候占据了上风 有时候弹道导弹占据上风 毫无疑问 新武器的更新迭代 让航母这样的大型军舰 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 航母的主要用途是携带更多的战斗机 突破对方的防守体系 进行远距离的投送打击 一直以来被视为美军的移动机场 实现在全球的快速军事打击能力 现在反航母武器 让航母战斗群越来越难以执行这样的任务 其本身就面临巨大的风险 美军专家在国家利益上撰文指出 新武器虽然让美军航母陷入过时的境地 但并不是说它们毫无用处 美军的航空母舰 依旧可以在宽松的环境下工作 对实力并不强大的对手进行威慑 以及执行救援任务 当然在全球存在的美军航母 某种意义上说 依旧在承担展现美军强大实力的作用 美军分析人士指出 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反航母武器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武器系统 也包括俄罗斯和伊朗 杀伤力与日俱增 投资航空母舰 似乎成为一种看起来浪费巨大的行为 但是美军的决策是 至少福特级航母要建造四艘 也就是说 中国的导弹再怎么先进 也无法阻止美军建造航空母舰的决心 实际上 在冷战时期也是同样如此 在战争没有发生之前 美军深知他们的航母 面临苏联潜艇和轰炸机的威胁 但是美军依旧需要航空母舰 除了展现一种对抗姿态 美军需要给他们盟友信心 因此 当前来自中国的导弹 让航空母舰变得很脆弱 美军也需要航母的存在 保持一种仪式感 来维护在全球的军事霸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